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Bc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芒向早晨》的話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徵香部》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平經濟反岩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也是我們《世界時事多合一》的時候 第一次新聞就來自美國和德國的 大家知道拜登剛剛接見了到訪美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律師 雙方在會後宣佈 美德將會就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開啟一個新的合作篇章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分歧 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是什麼呢?就是北溪二號項目了 這就是今次會議的關鍵問題上的分歧 沒有變過,依然是這個分歧 這是拜登任來首次在白宮和歐洲國家的領導人舉行會晤的 對於即將9月份卸任的默克爾來說 這次很可能就是他作為德國總理最後一次去美國白宮 即是以官方 相比默克爾,2018年4月份其實他都去過美國的 大家記得嗎?他和特朗普擺得出面子的那兩個人的那些吼咳大家 身體語言都告訴大家了 是的 那2018年4月就是短暫的旅程 這次美方在接待安排上展現了不同的規格 當日的早上默克爾才是接受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在他的官邸一起吃個訂早餐 之後就去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受榮譽博士的這個見例 那下午就和拜登會晤 會晤之後 白宮還為他特意安排了蔓延的 雖然拜登和默克爾在記者上都說 我們是老友來的,老友鬼鬼來的 但是一說到北溪二號天然氣 管道項目的時候 不好意思,兩個人依然是分歧 那北溪二號天然氣項目 本來就打算鋪設一條從俄羅斯經過波羅的海 海底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 我們說過很多次 波羅的海是否波羅技海 可繞過烏克蘭 將天然氣輸送到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 管道全長是1200公里 預計本來今年夏天就搞定了 但是美國政府就說 北溪二號是俄羅斯地緣戰略的項目 多次要求德國放棄 德國和俄羅斯就說 沒什麼商業項目而已 為什麼我們放棄 拜登毫不忌諱地說 我們雖然是好朋友 但是也會有分歧的 他就說 北溪二號完成了90% 所以他就說制裁似乎沒什麼意義 他繼續說 雙方就會研究共同 採取一些實際措施 確保歐洲能源安全和烏克蘭的安全 麥克爾也直言不諱地說 雙方對北溪二號需要做什麼事 有很大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重申 烏克蘭仍然是天然氣過境國 北溪二號是一個額外的項目 如果俄羅斯不尊重烏克蘭 作為天然氣過境國的權利 不用擔心 德國將會採取積極的行動 雙方在會午之後 發佈了一份叫做 美德氣候及能源夥伴關係聲明書 提出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 可再生能源技術 和促進新興經濟 能源轉型等等 三大領域加強合作 聲明還提到 雙方將促進對中東歐的投資 包括烏克蘭的能源轉型 能源效率和能源安全 中東歐沒有記錯的話 立陶宛在中東歐 陳旭輝你不要亂說 國際關係專家 居然說 連立陶宛自己都 連他自己都納入中東歐 他自己說得 這位國際關係專家陳旭輝 就說他是北歐國家 沒辦法啦 真是死人 臭黃蝦 想叫人去移民那裏 那裏當然要這樣說 給人感覺那裏是北歐來的 好 是的 小國寡民和冰島差不多 和瑞典挪威差不多 差很多 另外在會晤當中 美德雙方還就美歐關係 阿富汗撤軍 和為這個發展中國家 提供新冠疫苗等等 援助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那家產之後會做一些詳細的 那拜登和麥克爾 當日還簽署了華盛頓宣言 這份文件其實是雙方舉辦 美德未來論壇 利用專業知識和創新力量 為兩個國家未來提出 解決方案 同時建立美德經貿對話機制 以促進在關鍵經濟問題上的合作 不過北溪以後 不好意思 大家都沒有什麼讓步 不過看看怎樣 你完成了90% 他不會叫你拆掉 這個就是第一條新聞 第二條新聞 來自南非 之前社長做了一次說南非 其實南非的蘇聯依然繼續 因為前總統組馬入獄 就有一些活動 現在已經117個人走了 最少117個人走了 目前南非軍隊也動用後備軍 政府也準備增加部署大量軍力阻止 這些不安因素的蔓延 這次鬚亂短期間 短期間就迅速膨脹到全國各地 背後其實是很複雜的 背後其實是很複雜的 2203人被捕捉了 當局也說掌握了一份12人的名單 當中就說這些是煽動別人的人士 已經捕捉了一個人了 其實說就說南非前總統組馬被捕 所以引起這麼大的事情 但是其實後面有很多深層次矛盾 但是南非總統拉馬覆薩的授權之下 南非軍隊現在也是進駐各個大城市 他們就說要幫助警察維持秩序 目前依然有零星的騷亂 但是局勢開始見到少少好轉 對於抗議者阻礙的南非最大港口班特 他們現在就是佔據了主要的道路 總統府的發言就說已經輸出警力 以保障各樣抗疫的物品可以抵達各大城市 因為它佔了最大港口 是不是? 其實外界就覺得雖然看上去 就是因為這個組馬 就是前總統入獄而起的 但是背後原因很複雜 第一就是新冠 新冠為什麽? 大家知道南非也是有一種 首先是南非發現的變種 另外新冠之下有什麽? 失業 本來南非的失業已經是很厲害的 新冠之下的人更加無法吃 其實借頭借到借個勢 借個勢 發洩自己對現任政府的不滿 另外就是一件事 就是一直未解決的貧富懸說 南非老實說 雖然現在執政者都是黑人 但是始終有些地方都是不公平的 黑人和白人之間 還有現在南非 今年2021年第一季度 南非失業率 大家聽聽都害怕 百分之三十二 哇! 三分之一人沒有工作 所以南非 中國駐南非的使館 已經叫中國公民要小心 要高度重視這個事件 第一時間要啟動應急響應機制 他們已經連續發警報給中國公民 以及積極地和南非有關部門合作 中國駐南非大使 哇!名字很熟 陳曉冬啊 不是唱歌那個吧 陳曉冬先生 他就說 中國駐南非大使對當前南非的形勢 表示嚴重關切 支持南非政府就此採取措施 盡快壓制這些騷亂 相信南非政府有能力控制好局面 維護社會穩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但是南非其實 大家知道 他們尤其是對於我們華人 很差狼死 經常有什麼慘案都是指向對華人 因為我們華人比較富裕一些 在南非這個社會 其實我也有朋友是南非華僑來的 不過我來了澳洲 他都說 有時候 那些摺仔 送小朋友上學 沒有意思 都是要帶爸爸 因為 社會實在 沒錯 對呀 尤其是對於我們華人 你普通沒有爸爸 不行了 真的 所以其實他 一向都有深層次矛盾 不過 你知道 其實 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 深層次矛盾 比這次新冠這樣搞一搞更加大 那些人更加找不到吃 所以 不斷地有些大件事出來 那 除了南非還有麥西哥也是 那 這個第二則新聞 第三則新聞 就是來自澳洲的 那澳洲呢 十六號 就是昨天 就進入 那澳洲的維多利亞州 就進入封城狀態 那 新增的 本地的個案 就有六個 有人呢 就擔心 會不會超過五日封城啊 那結果呢 有些 壞人呢 就出來 是什麽事啊 反封城示威啊 全部不戴口罩 高舉標語 說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真正的 新冠的 之後呢 他就說 很多人就說 新冠其實是個宣傳來的 就逼我們打些什麽在身上的 這樣說 又是說這些 是的 所以呢 有四個 墨爾本的 足球迷法 就是呢 就 有一個示威 其實示威者 每個人 攬頭攬計 都幾 你會發覺每一次 這些示威者都幾開心 好像當沒事 那 他們還說 州政府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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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說 那 那 剛剛復出的 安德路斯先生 就是維多利亞州的州長 他就說 別無他選 智能封鎖 如果不然呢 疫情就會失控 你看看 這群武鎖 又出來了 唉 真的 還有人說 封城開人 就說 我有選擇 這樣說 在墨爾本的一條很出名的大街 Finder Street 都幾多人 什麼什麼媽媽 組織者 就說 say no say no 其實全世界都差不多 哈哈 即是說 不要啊 我們向封城說不 那 當中 有人就舉起一條很大的Banner 就是藍色的 之後 當然有大聲光在這裡 狗叫 其實 現場沒有人戴口罩 只是維持秩序的警員戴了口罩 那部分人呢 也都說 政府說謊 真正的疫情是不需要宣傳的 真正的疫情不需要宣傳 但是現在 不宣傳之下 都很多人走了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什麼呀 就是了 我都不明白 那與此同時 其實摩總 也都宣佈為維多利亞州的民眾 就發六百元的書棍寶座 那 除了適離之外 不好意思 除了墨爾本之外 適離也是封城狀態 雖然有些人批評適離封城不夠嚴格 但是 最新的數據顯示 適離可能是目前全球封鎖狀態最高的城市 根據CityMapper的大數據顯示 在全球36個城市當中 適離現在今時今刻的交通流動率 全球排倒數第一 但是自從三個星期前的封城令之後 適離的交通流動和疫情爆發前相比 就跌了90% 所以 這個CityMapper就說 適離現在出行率極低 只有12% 跌了90% CityMapper其實就監測了全球36個主要城市 之後出行率比較低的地方就是首爾 因為首爾都有點嚴重的 只有20% 三藩市 百分之22% 聖保羅 百分之28% 西雅圖 百分之31% 墨西哥城 百分之32% 這些城市全部民眾出行率 都不及之前的三分之一 那谷哥的社區流動報告呢 也都是說 新南威爾士州民眾前網 咖啡館和購物中心等等的活動 是減少了百分之46% 去超市或者去花蜘蛛鱗 就減少了百分之16%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次數也減少了百分之70% 其實去公園的人數也減少了百分之31% 所以看到其實CityMapper也是盡力抗疫 也沒辦法不抗疫 麥爾本和CityMapper 澳洲兩大城市 看起來都是有點心酸 這兩個城市加起來差不多有1200萬人口 其實呢 基本上澳洲一半人口都住在這兩大城市 所以 哎呀 都是有點不開心看到 兩個 全澳洲有一半的人都是處於封城狀態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段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